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在潜行这部戏叫George Lam 林振安 我是一个孤儿 我觉得自己从出生开始 最亲的人都没办法照顾自己 所以他对于他自己的生命 是一个很不安全底下的 一个多重性格的角色 他可能会很仁慈 他也可能会很暴露 我觉得George是一个非常复杂 无法用具体的几个词去形容的一个人 而且George他是在不同的人面前 他是有不同的样子 我这个角色他的身份是一个律师 他知道那条线是怎样划 什么事他可以做 而令到自己逍遥法案 刘先生其实是我老板 我和我的团队 我们纯粹是很享受去骑人家 George 即是老板 一个疑似反派 他就好像有一些很正人君子的一面 而因为他本身是做一个律师 他也很帮我 很多时候对我家庭也很关心 今次我的角色叫做潮叔 是一个犯罪集团 高层 今次和刘先生的对手戏 其实是一场戏里面 但那场戏里面的张力发生得多大 角色里面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律师 他会利用一些律师上面的灰色地带 令到他自己逃离犯法的陷阱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来他不可 他懂得法律 他怎样可以去逃避法律 每一个角色上面都会有顾问的认识 专门人士给我们一些意见 你够乱去砌我吧